什麼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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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壽司張佳音。 最近呢,我迷上了一款交友APP,叫做Swing Ring。 就在使用交友APP啊,照片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如果你照片就是比較不吸睛的話,很容易就會被人家... 第一個呢,就是太過於自戀,我這個眼神透露出就是... 非常自戀,然後自以為自己很帥,然後很美這樣子。 那種就是可能比較有距離感。 第二個呢,是露胸部,然後露肌肉的。 因為我覺得,上面就是大家都想要認真教一個勇,然後一個認真的教我們對象。 那如果在那邊露胸部啊,然後露肌肉啊,感覺就是... 比較容易吸引到越跑之類的。 三個呢,是解析度低的。 如果你的照片就是解析度蠻低,什麼顆粒蠻多的啊,或是晃到啊,或是很糊的話,盡量不要放... 這是年代久遠的泛黃照。 哇,這個照片感覺年代久遠不知道現在到底是長什麼樣。 接下來我覺得沒有笑容也是一個蠻NG的照片, 因為沒有笑容感覺就是比較難親近的感覺。 要不然就是那種,就是美跡太誇張的啊,就是可能那個美到鼻子都不見啊, 然後如果有人放皮卡丘啊,然後有人放什麼電影的明星照啊, 然後有些人放狗像的照片,我覺得其實那個交友的率,成功率都不高。 以為意境。 是以為意境是什麼樣的一個照片呢? 就是可能,可能很明顯就是自己手持,然後在那邊望向遠方啊。 或是男女友視角,就是男女友會去的地方, 比方說一些就是情侶會去的一些景點啊, 或者是在床上拍照的照片,一副看起來就是不是你自拍的一個照片。 其實放這種照片會讓人家覺得你就是有男朋友啊, 所以這類的照片要盡量避免。 跟小朋友合照,那這個小朋友可能是你朋友的小孩啊, 或是你的弟弟妹妹,可是會讓人家錯以為就是是你的小孩。 沙龍照,沙龍照呢其實雖然很帥,很美, 但是可能會讓人家誤以為這是你曾經的婚紗照。 那左華綠也會提供喔! 還有一種NG的呢,我覺得是手勢過多, 可能比很多手勢啊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會讓人家覺得手怎麼那麼多細啊。 所以我覺得最ok的照片呢是比較自然的照片, 比方說就是可能在跟大自然拍照, 或是比較自然的一個回眸啊笑啊, 認真工作照,或是你穿工作服的也蠻吸引人。 跟寵物合照,因為我其實有看過好幾個男生, 他其實就是抱著他的寵物合照, 其實就是看起來還蠻有共鳴,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小動物。 展現個人優勢,比方說你優勢就是瘦、高, 那你就可以拍一張全身照, 那假設你今天的優勢是眼睛帥、眼睛美, 那我們就可以多拍一點眼神跟鏡頭的一個互動。 那如果我們今天不帥、不高, 然後眼睛也不好看的話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一個搞笑咖的話, 你可以拍一些比較搞笑的照片啊。 可能會讓人家覺得你這個人很方你, 或是你拍一些搞笑的動作啊, 會讓人家覺得你這個人好像蠻有趣的。 旅遊的一個照片其實也會蠻吸引人的喔, 因為如果對方也是蠻喜歡旅遊的, 就會覺得其實有共同的喜好。 展示跟美食合照喔, 因為蠻多人的興趣都是到處吃吃喝喝, 那如果你跟美食合照, 如果遇到老饕的話呢, 他會覺得, 喂!你喜歡吃東西! 我也喜歡吃東西! 那我們可以一起去吃東西! 再來就是墨鏡的魔力啦! 因為很多人戴起墨鏡就是一種氣場, 這個墨鏡戴起來都特別帥特別美, 所以偶爾呢, 我們可以來個一兩張就是拍一個墨鏡的, 或是來個背影的。 當然是如果照片多樣化一點, 多變一點會更吸睛啦! 你就是跟你的興趣合照, 比方說我喜歡彈古針, 那我可以跟我的樂器合照, 或者是我喜歡下廚, 那我是不是可以拿著一個鏟子, 鍋鏟, 然後跟我做出來的美食合影, 或是我喜歡騎車跑山, 那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的機車拍一張, 就是可以盡量展現你的興趣, 讓人家覺得, 欸!其實我跟你有共同的興趣, 有共同的話題, 有共同的共鳴! 欸!我覺得你好面熟! 我好像看過你, 我好像認識你耶! 我好像在哪裡見過你, 這種開場白我會蠻好奇的, 好奇你在哪裡見過我, 所以這類開場白, 對我覺得OK的喔, 你們可以嘗試看看。 那像有一些人會跟我講說, 欸!其實他玩交友APP, 怎麼還是沒交到什麼朋友, 原因呢, 是因為你太佛系了! 原因上面呢, 有那個發問, 你每天都可以發問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 有關價值觀阿, 金錢觀阿, 或是一些交往阿, 約會相關問題, 上面呢, 都有蠻多範本, 你也可以不用傷腦筋, 想說要問什麼問題, 就是問問題其實也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互動方式, 也可以提出約會, 你可以提出地點阿, 時間阿, 跟約會的地方阿, 做什麼, 比方說看電影阿, 吃飯阿, 爬山阿等等的, 你可以在上面進行邀約, 不要佛系! 要邀約才有機會阿, 去主動瀏覽別人的頁面, 然後留下紀錄, 可能他就會顯示說, 誰誰誰來看過我, 看過幾次也會顯示, 那其實這樣其實是一個好的互動,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玻璃心! 因為你可能會主動密一個人, 或是主動密兩個人, 或是你甚至主動約一個人出去, 約兩個人出去, 然後都失敗, 不要玻璃心! 因為其實世界上還有非常多人, 你還有非常多的機會, 你不要因為就是一兩個, 十五失敗, 然後就對自己就是玻璃心, 加油! 一起脫爐吧! 現在, 來實測邀約看看, 有人要跟我出去嗎? 那我現在手上這一朵呢, 就是我們約好禁物, 我們要拿著這個, 玫瑰花香刃! 來了來了!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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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拿信物喔? 對啊! 我是故意躲起來了啦! 嗨! 嗨! 走吧走吧!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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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隨便有沒有 這麼隨便 你們有說就是特別安排 安排留給我什麼剛好有夠 什麼鬼啊 很不捧場欸 對啊 謝謝你今天出來 以後要做好朋友喔 好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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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